A.D.G.DASHL 大家好,我們是愛普斯電源 我們將為您介紹一款可編程直流電源供應器ADG-L系列 以及其如何應用在LED產業 ADG-L具有5KW、10KW、15KW三種輸出功率 單機最高可達1000V輸出,共19種型號可供選擇 ADG-L電壓可透過兩台串機達到2000V 輸出功率可透過5台併機達到75KW 每台單機既為主機也是重機,應用更為彈性 ADG-L的寬量程功能可滿足高電壓低電流或低電壓高電流的應用 節省成本與空間 人型化介面可透過觸控屏設定電壓及電流 不需額外編寫程式即可做多項電源模擬 如圖所示,使用者可改變爬升和跌落的速度 或模擬電源順時斷電的情形 ADG-L具有多種遠端控制介面 包含RS-232、485、Analog 選配可支援Evernet、USB或GPiB 可編成直流電源供應器ADG-L系列 適合用於不同應用測試 例如LED燈、電動車、新能源、實驗室、工業用電源、家電產業及電機相關產業 此次我們將會以LED燈源作為範例 利用ADG-L-160-25展示兩種測試方式 本次的LED漸層測試 透過不同的電流、模擬、亮度變化 我們從0A開始,逐步增加至1A 最後再反向遞減至0A 利用這樣的測量條件 在輸出電流交互切換的情況下 檢視LED燈是否產生降低視覺功能的炫光 且LED燈、調光是否均勻一致 此種測試方法 常見應用於研發單位的測試實驗之中 相關檢測標準為IES-LM-79-19 第二個實驗為平閃實驗 透過ADG-L為LED燈提供直流108V的脈衝信號 主要用於檢測LED燈色溫、亮度和調光功能 進行產品不良率抽檢的方法 LED燈需可正常閃爍15分鐘才能達到標準 我們透過編程設定進行簡易演示 在固定輸出108V的狀況下 設定輸出每0.5秒進行1A及0A的交互轉換 製造閃爍的效果 此實驗可常見用於工廠的生產端 所需的穩定度及老化測試 透過可編程功能進行電流變化的預設 並自動吊停 有效降低許多測試能力及時間 ADG-L透過其特性 可以針對不同的代測物進行測試 也可以彈性搭配系統集成達到測試效果 以上是針對ADG-L產品介紹 謝謝您的收看